羊羔丸通常被视为一种传统的食材 在一些文化中被用于使用 虽然一些人相信羊羔丸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健康益处 但需要注意的是 科学研究对于这一食材的真正营养价值和健康影响尚未充分证实 以下是一些羊羔丸的可能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 羊羔丸可能含有一定数量的蛋白质 因为羔丸是生物体中的一种蛋白质 丰富的组织 脂肪 羔丸可能含有一些脂肪 包括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 维生素和矿物质 羔丸可能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2、铅、铁和锡等 但含量相对较低 需要强调的是 羊羔丸并不是常见的膳食来源 也不是主要的营养来源 如果你想获得这些营养素 通常更好的途径是 通过多样化的膳食来获得 包括各种水果、蔬菜、全穀物、瘦肉、鱼类、家禽、坚果和豆类 此外 食用羔丸需要格外小心 因为它们可能受到细菌污染和卫生问题的影响 在食用任何特殊的食材之前 建议咨询医生或食品专家 以确保其安全性和适用性 尤其是如果你有特殊的健康需求或限制 羊羔丸撞扬作用 羊羔丸被一些传统医学体系和一些文化中认为具有撞扬作用 但科学研究并没有充分证实这种效果 这种观念可能更多的基于传统信仰、民间传说或文化传统 而不是科学研究的临床证据 性功能问题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心理因素、生活方式、慢性疾病、药物副作用等 治疗性功能问题 通常需要综合的医疗评估和治疗计划 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生活方式改变等 如果你有性功能问题或关于壮阳药物的疑虑 建议咨询专业医生或性健康专家 他们可以为你提供更具科学依据的建议和治疗选项 而不是依赖传统草药或未经证实的产品 不要自行使用任何未经验证的草药或补充剂 因为这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尤其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来支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最重要的是与医生讨论任何与性健康相关的问题 以获得专业的建议